M5是互相平行的 它们间距100mm 然后接下来你就是 点显这个Sketch1 就是刚刚的 第一次画那个 就是我们在那边有画一个长方形 那点显有一个Revolt 刚同学在这里 这里有个Revolt 快速要旋转 那下面DetailView里面 那有要设定这个轴 Axis这边按一个 你就是这里面是先选择轴 我们选择X轴 对X轴来旋转 按Apply 先对X轴再按Apply 那就是 可以 我们这个底看一下 那这个旋转几度 应该也可以360度或什么 你自己试 不一定要按180度 你自己试试看 那就是让整个到X轴做旋转 旋转之后呢 这个图形会是这样子 那你那个答案call到 现在就要自行操作吗 OK啦 好 要自行操作 自行操作 那你们答案拿到了 书拿到也可以跟着来操作 好 刚刚那个档 你们就是可以把它删掉或保游 这个只是练习而已 就是你可以先把它存档 或是 自己存在自己的水星碟 会更好 那存档呢就是 存档应该是在这边 这边有快速键 Save Project 它是Export 这你自己试试看 那路径你自己设 那我们就再把它关掉 那这个 我们现在在新 新开个Design Model 那传统界面我还是会找时间 那我想等 诶 这个还在 因为我刚刚那一个在 没关系我 关掉重开也可以 对 刚刚进去 本没关系我就次到 诶 这个好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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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